好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开始上课 我们继续来学习考验政治刷题班的课程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已经讲到了 私修法级第二个板块 道德修养 并且我们把单项选择题的内容都讲完了 那么这堂课呢 我们将进一步学习 道德修养板块的多项选择题的内容 请大家把优题库习题集翻到第131页 看到多项选择题的第一道题 题看中说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应 下列选项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正确的是 A 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 决定着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 对不对 这个话没毛病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道德作为意识形态 它就是观念上层建筑 所以它当然被经济基础决定了 所以A 说法正确 再看B 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 决定着各种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 也是这个道理 决定这个词语出现 看下它前后的顺序没有反就没有问题 经济决定道德 再看C 在阶级社会当中 道德必然带有阶级属性 不错的 要不然怎么叫意识形态呢 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意识当中 与阶级 与利益 与物质 与经济有关的那些东西 就叫意识形态 所以道德必然带有阶级性 在封建社会当中 道德带有封建性 你要向皇帝下跪 皇帝叫你去死 你就要去死 这就叫有道德 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那就不完全是这样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那就更不一样 再看第一 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 必然引起道德的变化 不错的 其实这道题目 你只要把社会经济关系几个字 改成经济基础 把道德改成上层建筑 重新读一遍 你就会知道ABCD全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和规范 在阶级社会中 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 经济基础变化引起上层建筑变化 完全正确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大家应该 ABCD四项全选 第二题 思想道德和法律 都是调节人们思想行为 协调人际关系 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中国特殊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 为法律体系提供了价值基础 主要表现在 他在问 道德为法律提供的价值基础 主要表现在 这个题目就有一点点难度了 难就难在审题 A 思想道德可以为法律的制定 提供一些准则 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 我们道德上提倡的 就可以靠法律来保护 我们道德上不提倡的 那么 可以靠法律来制止 B 思想道德能够促进人民 人们自觉的遵法 守法 用法 维护法律权威 对不对 对的 人们的道德水平高 那么 遵守法律的意识就强 所以B是对的 再看C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调整的社会关系 更加广泛 与法律共同促进和谐 社会秩序的形成 对不对 说法也是对的 再看D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提供了制度保障 对不对 说法也是对的 思想道德为法律提供支撑 提供价值准则 而法律为思想道德提供保障 也是对的 这个题目ABC 第四项全对 但只能选 ABC 第一为什么不能选 第一选项说的是 法律可以为道德做什么 而本集提干中文的是 道德可以为法律做什么 表现在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第一 不选的理由 继续往下走 第三题 个人通过道德修养 可以使自己的品德高尚 人格完善 古人下列说法中 对我们今天的修养 锤炼品德 仍然有借鉴作用的是 也就是说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 哪些东西还有用 君为成刚 富为子刚 富为七刚 怎么样啊 没有用 丢掉它 第一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对不对啊 对的 三人行 必由我师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对不对啊 对的 我们今天仍然提倡 五日三行五身 这个我们前面读过一遍了 要不要啊 要 请查克制嘛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的 应该选 BCD 都是正确的 再来看第四题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是 它考的是道德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A 道德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对不对 对的 上层建筑当然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了 B 社会主义道德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与市场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 你选了A就不该选B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如果理解A是对的 B为什么不对 就不用我多解释了 它们要相适应的 怎么会没有联系呢 再来看C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 完善提供价值导向 对不对 对的 我们可以提倡什么 虽然市场经济大家都是要赚钱的 但是道德也可以告诉人们 我们提倡什么 我们更愿意看到什么 就这么个道理 什么东西不能做 第一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会束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怎么样啊 选了A就不会选D 它们两者是要适应的 而不是一个束缚什么什么之类的关系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答案呢 就应该选择AC两项就可以了 第五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其不仅与中华民族的优秀灿烂的历史文化 相契合 从我们正在进行奋斗相结合 而且表现出道义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 表现在这一道题就很厉害了 这一道题目完全是今年的新增考点 是今年新增不进去的题目 去年的优体库里面就没有这道题 这是今年的新教材新大纲都新增的考点 我们编的这个题目放进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 体现在几个方面 哪几个方面呢 有没有印象 在强化班当中学过的有没有印象 我带你来翻一下书 核心考案增补小册 第专题十一 一百四十二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 体现在三个点 体现在三个点 第一个点在于它的先进性 第二个点在于它的人民性 第三个点在于它的真实性 手边美书的同学可以做好笔记 也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 以及先进性 人民性 真实性而居于人类社会的制高点 这是今年的新知识 新教材新考纲都已经加入了这个知识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知识把握的还不错的话 这个题目肯定是选三项 因为人民性先进性真实性肯定是对应的三项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哪三项呢 第一选项它所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好人民性 C选项它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坚持追求的核心价值理线 好先进性 因为它是社会主义追求的 第一选项它解决了人民 它解决了人民要解决的问题 成为真切具体广泛的现实 这是真实性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答案应该选BCD B就是人民性的意思 C就是先进性的意思 D就是真实性的意思 所以选BCD 如果没有核心考量的同学 可以在书边上做好笔记 在你的U题库习题题边上做好笔记 B旁边写人民性 C旁边写先进性 D旁边写真实性 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道义力量的三方面体现 那些同学问 A为什么不能选呢 A其实我们分析分析 也知道它为什么不能选 本题说的是核心价值观的 道义力量表现在哪里 A说它是一种实践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核心价值观 它是一种理念 是一种精神 是一种指针 一种鼓舞 一种力量源泉什么的都可以 它怎么会是实践呢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核心价值观 是我们要去实践的对象 它本身 它自己只是一种核心价值观 它怎么会是实践呢 所以哪怕知识记得不是太牢靠 A选项分析分析 也会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题不选BCD 再来看第六题 中国的革命道德与传统美德一脉相承 这主要题现在 A 中华传统美德是革命道德的渊源之一 对不对 对的 人家没有说根本渊源 就说渊源之一怎么不行了 B 他们的形成 基础都是中华传统道德的精华 对不对 对 C 他们都是对中华优良传统道德的延续和发展 对不对 对 第一 中国的革命道德超越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局限性 对不对 这个第一选项不能选 为什么不能选 两个原因不能选 听我说 中国的传统道德 听啊 认真听 很厉害的啊 这个知识 中国的传统道德 有优点 也有局限 没问题吧 我们的传统道德有优点 也有局限 那个优点 我们就把它称为传统美德 那个局限 我们就把它称为糟粕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既然已经是传统美德了 它都是美德了 那就是原来道德当中没有局限性的那些东西 好的东西啊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这是他不选的第一个理由 传统美德的局限性 这个说法本身它就是矛盾的 传统道德的局限性 可以 因为道德本来就有先进性 有局限性嘛 但是传统美德 这已经是在说道德中好的东西了 它就没有局限性了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这是第一点 他不能选的理由 第二点 他不能选的理由 就算他这么说 没毛病 也不能选 因为本题题干考察的是 革命道德跟传统美德 一脉相成体现在 而说白了 本题要考的就是两者之间的联系 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 而第一选项说 我超越了你 我比你 这是我们之间不一样的地方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 就应该选择ABC三项 第一步选的理由 有两点 第一步选的理由 有两点 第七题 下列对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原则的理解正确的是 对集体主义原则理解正确的是 A 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强调 集体和个人辩证统一 对不对 完全正确 这是一对矛盾 当然辩证统一了 B 社会主义强调 集体高于个人 对不对 对的 我们是 什么叫集体主义的原则 就是万一发生冲突 你要牺牲个人 服从集体 C 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强调 重视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 对不对 对 虽然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以集体为大 但也不是一天到晚 莫名其妙就要牺牲自己了 再看第一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不会发生冲突 怎么样啊 错了 社会主义条件下 也会发生冲突的 也会发生冲突的 有的时候 也要求你牺牲个人 然后服从集体的 就这么个意义 这个 大的事件 体现在 对国家的守卫 守护 抗洪 抢险 救灾 以及国外 怎么维护国家的形象方面 小的方面 体现在你日常生活的点滴 比如你要依法纳税 可能损害了你的个人利益 但是服从整个国家 社会集体的利益 听懂的意思没有 大大小小的方面 个人跟集体 它一定是会有冲突的 它不是说社会主义 不社会主义的问题 不管什么主义 它都会有冲突的 只不过不同的主义 在冲突的时候 它对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题目 正确答案呢 就应该选择ABC三项就可以了 继继继续往下走 第八题 一心为功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无私奉献 这是为人民服务 顾全大局 先功后资 爱港敬业 办事公道 这也是为人民服务 热心公义 助人为乐 建议勇为扶贫激困 帮残助残 这也是为人民服务 诚实劳动 获取正当的个人利益 也是为人民服务 这说明为人民服务是 A 人类社会各阶层 普遍的道德要求 怎么样 错 这是我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A错 B 包含着社会主义道德 不同层次的要求 对不对 对 皮干重就给你列了好几个层次 这也是为人民服务 那也是为人民服务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 多层次的为人民服务吗 再看C 只是对共产党员 和先进分子的要求 怎么样 胡说八道 我不是共产党员 我要不要为人民服务 也要 所以C不对 再看D 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 先进性广泛性要求的统一 怎么样 那肯定是对的 AC都被你排除了 BD肯定是对的 也确实为人民服务 体现出这种先进性 和广泛性的要求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答案 应该选BD两项 第九题 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 提出和倡导 爱国守法 民理诚信 团结友善 勤俭自强 敬业奉献 我在这个题杆中 提醒大家一点 注意啊 公民道德建设的纲要 第一个词叫 爱国守法 还有一个知识点 叫 公共生活的道德要求 叫什么 遵纪守法 这是不一样的 公共生活的道德要求 是遵纪守法 而公民道德建设的要求 是爱国守法 这两者是有着细微的偏差的 请大家去注意 继续 这个刚要具有重要的意义 意义在于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可以怎么样 A 有利于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 不错的 有了这个规范 就可以教育公民 B 是对公民道德要求的高度概括 不错的 把各种要求概括成了二十个字 高度概括 C 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要求 不错的 这二十个字当中 就体现了这种要求 D 是每个公民都能高度认同 并自觉做到的 这就有问题了 其实道德要求 恰恰就是做不到的 难做到的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其实道德提倡的 往往就是有一些 违反你的天然本性 如果跟你的天然本性 是一致的东西 道德是不需要去提倡的 比如绝对不会有一条 道德标准叫你要按时吃饭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就我们不需要别人来逼迫我们 我们天然的天性 就是会做到的事情 那道德是不会去跟你提这个要求的 恰恰是 正因为人 都有点为了自己 都有点自私自利 都有点把自己的东西看得很高 所以道德才会提倡你 要不要光为了自己 还要考虑别人 还要帮助别人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们提出的道德规范 往往是很难做到 并不是什么高度认同 自觉做到 就这么个情况 如果自觉做到 就不用提倡了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答案就选 ABC三项 第十题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 需要大力提倡诚实手信的美德 这是因为诚实手信是什么 本题的主语诚实手信 A 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活动的一条基本道德准则 对不对 对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诚信经济 如果不诚信 那市场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 到处都是收了钱不给货 欠了钱不还钱 那市场经济还怎么发展 对不对 B 它是职业道德的一项基本要求 对不对 对 职业道德有五条 五点基本要求 有一点就是诚实手信 C 可以使利润最大化 这个话它就有问题 诚实手信 它不一定就能够使利润最大化的 有的时候我为了遵守我的诚信 为了信守我的承诺 我宁愿牺牲一些经济利益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就这个意思 我宁愿拿出更多的钱去弥补这个东西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这个诚信它不一定能使利润最大化的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我自己 比如说你像今年的核心考案 核心考案 因为我的这个 跟着我一起学 政治的学生比较多 而且启动的时间比较早 有过了年直接启动的 有三月启动的 五月启动的 八月启动的 十月启动的 各种情况都有 那么有很多过了年直接启动的 学生就需要书复习 因此我的核心考案 在每年春节结束以后就会出来 但出来了以后 今年的五月份出了一件事 就是今年的新版教材 大学本科的新版教材 做了改版 那做了改版之后 核心考案 当然了 百分之七八十的知识还是没问题的 但约有那么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知识 那么可能跟原有核心考案的知识不一样 所以说句实话 我们 这是为什么今年的核心考案 有增补小测的原因 我们必须要按照至少是有十足把握的 这个今年考试有要求的 新教材当中体现的 我们编程增补小测 这个增补小测 所有的读者全部都是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统计到 有多少人买了这个核心考案 所以有数据的 有信息的 我们会给大家发 然后其他的让学生在网上直接领 说句实话 核心考案的销量大概是二十多万册 而增补小测发出去了四十多万册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个学生 你要必须拿着你的书来找我领 全国这么多考生 我也没办法一一做到 我就只说一点 你只要在微博上能够提供 你买核心考案的一张截图 马上就发出 而且快递费我们付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实话 这个损失其实很大了 这个损失很大的 这个当然了 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 别人不大诚信的行为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一刀切 所以诚实手信 它不一定就能使利益最大化 但是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点 好 再来看第一 是做人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 对不对 对的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答案 就应该选择 ABD单项 就应该选择ABD单项 十一题 纵观道德发展的历史 进步与落后 善良与邪恶 顺利与曲折 交之其中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 可能会有某种停滞或倒退的现象 但道德发展的总趋势是向上的 前进的 道德进步主要表现在 这道题目问道德进步主要表现在 这道题目是我们考纲中 考纲当中有的一个指示点 但它是一个非重点 就是考的不是太多 在我的优题库当中 给这个指示 做一个 做一个简单的呼应 希望大家通过这一道题目的练习 对这个指示有个印象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A 道德的调控范围不断扩大 调控手段和方式不断丰富 对不对 对 随着社会的发展就有这种趋势 这也是进步的表现 B 道德对于促进社会和谐 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突出 作用越来越突出 对不对 对 C 道德的发展和进步成为 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对不对 对的 D 道德是调节阶级矛盾 和对立阶级之间展开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 这个话也没问题 也是对的 四个选项说法都是对的 但这个题目正确答案只能选择 A B C三项 只能选择A B C三项 第四项为什么不选呢 对 本题问的是道德进步表现在哪里 在古时候 第一选项就是成立了 当我们要推翻皇帝的时候 我们说替天行道 能听明白吗 那个时候道德就是我们做阶级斗争的工具了 就是他一直都是这样 而A B C是我们今天跟原来古代的时候 它不一样的一种进步性的体现 是这么个意思 A B C的表述都没有错 但是A B C是进步的表现 而第一选项是道德一直都有的功能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选A B C 第十二题 法律的教育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 能通过自身的存在 以运用实施 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而督促引导教育人们 弃恶从善 规范自身的行为 法律的教育作用的实现方式 主要有 这个题目考法律的五大作用 法律哪五大作用呢 指引作用 评价作用 强制作用 还有指引 评价 强制 教育作用 还有一个叫什么 我走一下想不起来了 反正五个作用 那么这道题目主要考的是 教育作用的实现方式 有什么 好我们来看 A 法律做出规定 通过人们对法律的了解和学习 发挥教育作用 可不可以 可以 法律怎么教育你 它立一个法 让你学 这不就教育你了吗 再看B 法律通过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 使违法犯罪者和一般的社会成员受到警示 可不可以 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受到教育 有 你像 你像这个 共产党内 所有的党员干部 三天两头 就要组织在一起 去看那些贪官污吏 入狱以后 在监狱里面生活的那些场景 这个震慑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就看过好几次 看了以后就觉得 这个这个 就是对人情的这个震慑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你能够亲眼见一次死刑犯 是怎么被弄死的 怎么被枪决 你这辈子都不会犯罪 我告诉你 因为你对犯罪这个事情 会有一种非常大的这种震慑 这种恐惧感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通过制裁违法犯罪 会对其他的公民起到震慑和教育的作用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这个道理 C 法律通过对各种先进人物模范行为 进行嘉奖和鼓励 为人们树立良好的法律上的行为看模 对不对 对的 BC是一对 BC是一对 惩罚犯罪分子可以教育你 表彰那些遵纪手法的人也可以教育你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D 运用国家强制力制裁违法犯罪 这就不对了 这是强制作用 我刚刚不是说法律五个作用吗 有指引作用 评价作用 强制作用 教育作用 怎么那个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预测作用 对了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对预测作用 对不对 本题考的是教育作用的实现方式有 而D选项说的是强制作用的一个问题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答案就选择 ABC三项就可以了 ABC三项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紧接着往下 再来看多项选择题的第十三题 提案中说 公共生活是人们在公共领域 公有环境 公用场所中 彼此开放透明 且相互关联的共同活动 在当代社会 有序的公共生活 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要体现在哪里 这道题目考什么 很容易可以审出这道题目的主意 是有序的公共生活 我们通俗一点解释 这道题目就是在问 公共生活中的秩序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作用 好我们来看选项 A 有序的公共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说法完全正确 如果整个社会是混乱的 无序的 那这种社会它就不能叫和谐社会 那怎么能叫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六大科学要义 其中有一条就是安定有序 再来看B 有序的公共生活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 第二前提 说法完全正确 整个经济要发展 人们要从事经济活动 整个社会秩序 它要得到稳定 比如说我是一个做包子的人 对不对 我今天一大早 我包子铺开张 我把包子摆出来卖 结果马上委了一部分人过来哄抢 你才把我的包子全部给抢光了 那我还不能坐在地上裤子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破产了 我就不能再活下去了 所以我的经济生活 我也无法健康的这个进行了 所以有序的公共生活是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说法正确 这个很非 有序的公共生活是提高社会成员物质生活质量的基本保证 这就有问题了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这两个 物质 公共生活它很有序 能够保证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 能够安宁 能够安全 这没问题 有序的公共生活能够保证我安宁 保证我安全 我不会被别人哄抢 这个没问题 但是他能保证得了我很富有吗 他能保证得了我很有钱吗 能保证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他的物质生活上都特别的富有吗 不能保证 所以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保证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 这没问题 但物质生活质量的多加了物质两个字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公共秩序并保证不了人民财富的多少的情况 只是保证了整个大家 大家比较比较安全 安宁的这么一种环境而已 所以这个题目C选项不能选 对比书上的原话 书上是没有物质两个字的 而这个选项私自加入了物质两个字 我家的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选项 大家看第一 有序的公共生活是国家现代化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不错了 一个社会文明体现在哪里 体现在多个方面 其中一个方面 就是它的公共生活领域当中是有序的 所以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呢 我们就应该选择 ABD三项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十四题 在美国的某个乡村 有个叫芬格斯的小酒吧 老板是个犹太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犹太人的后裔 有一次 他想去这个酒吧体会一下犹太人的民风 前一天 他就给这个老板说他会带十个随从过去光顾这个酒吧 到时候请酒吧的老板把其他的顾客都赶走 结果老板拒绝了他的要求 并说自己的酒吧十多年来一直是依靠这些老顾客而生存下来的 让他把这些老顾客的赶走他做不到 基辛格只有遗憾地放下了电话 这件事被传为了美谈 这个酒吧的生意更新荣了 并被当年评为世界优秀酒吧的第十五名 他只是其中唯一的一个小酒吧 酒吧老板拒绝基辛格是因为他 这个题目其实又跟政治知识无关了 就是要看你对故事的理解了 A 较好的维护了公共秩序 不是吧 这里面并没有出现公共秩序的混乱问题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这并没有说公共秩序出现了混乱 然后他来维护秩序的问题 他只是拒绝把他有的顾客给赶走的问题 所以跟公共秩序没有什么关系 再来看 B 对顾客一律平等 对不对 完全正确 基辛格是国务卿 普通的消费者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他对所有的人 他不管他的地位一律平等 C 在职业活动中做到了信守承诺 讲求信誉 对不对 对的 这是他给所有酒吧顾客的承诺 就这个意思 就是你们只要来 我这里就开门 我们不会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把你们都赶走 再看 D 做到了遵纪守法 这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其实就算这个老板把顾客都赶走 其实也不违法 那听明白我意思 我的酒吧 我愿意接待谁 对不对 我今天不开业 我就来接待国务卿 我违法了吗 也不违法 所以本题跟遵纪守法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的答案 应该选择BC两项 应该选择BC两项即可 再往下走 看第十五题 个人品德是通过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 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 在现实生活中 个人品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这个题目考的是品德的作用 A 个人品德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的 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再说一遍 个人品德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 社会关系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对不对 同学们 维护社会成员之间的道德要求 那叫功德 公共生活中的社会功德 个人品德是我自我修养的问题 我自己的品德问题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请注意这个问题 它不是维护成员之间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道德要求 个人品德是我个人的道德提升的问题 社会功德才是成员之间和社会关系的要求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A不能选 再看B 个人品德对道德和法律的作用的发挥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不对 对 一个品德更高尚的人 他会自觉地遵守其他的道德规范 并自觉地遵守法律 再看C 个人品德是个人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 对不对 对 我们完善自己 包括很多个方面 其中提高个人品德就是其中一个方面 再看D 个人品德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主体精神力量 对不对 对的 是你自身的一种主体 主体就是我自己 精神力量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大家应该选择 B C D三项 而A不能选 A把社会功德和个人品德搞混淆了 再来看第十六题 求木之长者必顾其根本 欲留之原则必俊其圆全 中华民族深深不惜延绵发展 饱受挫折又浴火重生 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支撑 读到这里我差不多可以定位 这道题目的主语是文化 今天 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应当从中汲取营养 实质成为人们修养道德 砥砺品格的精神来源 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的发展 需要我们怎么做 A 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惨发 对不对 对的 今天仍然有用 B 用中华文化来滋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对不对 对的 要古为金用 拿原来的东西来滋养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 C 以开放的胸怀和视野 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道德成果 对不对 也是对的 再看第一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复古论 对不对 也是对的 因为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复古论 它是错的 所以这个题目呢 就应该ABCD四项全选 ABCD四项全选 再来看第十八题 我国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竞争的时代 无论什么人 无论什么事情 都无法避免竞争这个现象的存在 我们所处的时代又是个合作的时代 我们也无法避免合作这个现象的存在 关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下面说法正确得有 A竞争需要借助合作 就更有可能获胜 合作增强了竞争的能力 对不对 对的 人家说的非常的含蓄 人家说更有可能获胜 没有说借助合作就必定能获胜 再看B 在竞争中合作 在合作中竞争 两者相互渗透相互相成 对不对 对的 也是对的 这是一对矛盾 矛盾双方肯定相互渗透相互相成了 这么说肯定没毛病 再看C 合作是为了更好的竞争 合作越好 竞争中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对不对 也是对的 合作也是为了竞争 竞争也是为了合作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这是矛盾双方 合作越好 竞争中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就好像统一性越强 斗争性越强 斗争性越强 统一性越强 矛盾双方就是这么水涨船高的道理 所以也是对的 第一 在现代社会中 无论竞争还是合作 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物质利益 对不对 这个说法 有点过了吧 对不对 我们有的时候是为了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 但有的时候我们 并不是光就 眼中就只指望着物质利益这么简单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请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有的时候竞争或者合作 它可能并不是为了物质上的利益 可能是为了其他的某些利益能够最大化 它不一定完全是物质上的 所以这个第一选项 只把竞争和合作的目的定义为物质上的利益 所以第一选项就有问题 所以不能选 这个题目正确答案 我们应该选择 ADC三项 ADC三项 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好 同学们 那么十八题讲完 我们的这个道德修养板块的一些题目呢 就给大家全部讲完了 我们思修法题还剩下最后一个板块 叫法律基础 我们下节课再来讲法律基础的内容 好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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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